我們現在會看看經文 讓大家從聖經去了解 耶穌和舊約和新約的關係 因為很多人以為 我以前都這樣想過 新約是耶穌赦免罪 舊約是牛羊 如果耶穌沒有來 就一直用牛羊就可以了 有時人會這樣以為 但我們今天看聖經 牛羊根本是有沒有用的 不是牛羊可以贖罪 而牛羊的作用是甚麼呢 大家可否說到 到底牛羊和耶穌的關係是甚麼呢 有一個字眼 兩個字是甚麼呢 他是預表 他是耶穌的影像 預表耶穌 他被人看到 原來耶穌就是做這件事 就是為我們贖罪 而牛羊當作是贖罪 但牛羊是不能贖罪的 我們從聖經看 而舊約其實都是因典 他用牛羊是否代表 是律法呢 牛羊就是律法呢 第一不是牛羊本身 不是獻牛羊 牛羊只是代表耶穌 耶穌的赦罪是否有條件 其實是沒有條件 有些人說信耶穌是條件 我想問大家 例如有一個人給你食物 你快餓死了 在地上餓死了 有一個人給你食物 然後你拿來吃 你會不會說我食物是條件 例如他給我食物 我拿來食物就是條件 我有這個條件 我做了這個條件 我才能吃到 才能不餓死 通常我們不會說這個條件 只是我接受 我接受的方法 例如你快要浸死了 有一個人伸手捉你 你不會說我捉你就是條件 而是要拿祂的恩典方法 也就是說耶穌為我死 我捉住耶穌 我信靠耶穌就是個方法 都是類似的比喻 譬如有個水機 明明有水在那裡 水是給你喝的 但你餓到死了 那你想喝到水有什麼辦法 那你也喝吧 你不能說我喝就是條件 你喝就是拿水而已 喝就是拿 所以不能夠列為一個條件 只是說是一個方法 所以在《以弗所書》第二章八節 我們得救是本符恩 原文翻譯是藉著信 英文就清楚了 We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中文翻譯很多時候 through faith 全部寫在恩信 恩信和藉著信是不同的 藉著信的意思是藉著這個方法 即是你頸我死了 有人給你水 那你直接喝水 你不用喝死而已 這是一個方法 但原因不是因為你喝水 而是有人送水給你 這才是那個恩典的來源 所以我們信耶穌是不能誇要的 即是我們不能來到神面前 神是我也有信你 我信你我多大 我信你 人們會說 我救你 你給我救 是不是很大 大不大 有個人被人救 說我很大 我給你救 是不是大不大 我想問大家 不大 沒有人說我被人救 真是好 幸好今天我願意給他救 沒有人會這樣說 當然是說 感謝主他救我 恩典和我們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神學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得救是本乎因 直著信 原文中文翻譯得不太好 英文就是 We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好了 我們看看這句經文 記說新藥就以前藥 前藥在希臘文就是第一個藥 第一個藥為舊了 但那漸舊漸衰的 必快歸蒙有廉 先講到舊藥和新藥的關係 既然講新藥 即是希伯來書說 我們有一個新的藥 在舊藥的聖經已經說了 將來我和你另入一個新的藥 即是以前的藥是舊了 是漸舊漸衰的 就快歸於蒙有了 即是舊藥已經快要過去了 我用的符號 如果大家看到可以用的 不過因為短時間 所以大家比較難用 但譬如我傳的字出來 我將你加入群組 我傳給你 這個群組你們不能傳的 你傳的東西就要找回我 因為我特意不讓人 他們很多時候會說很多話 在那裏只有我發的信息給你 如果你有問題 可以直接找回我的WhatsApp 你看到我的符號是甚麼意思 這裏是對比 新藥有舊藥有前藥 然後它是會佔舊藥 但佔舊藥就會快歸無有 佔舊藥就會快歸於無有 然後下面《希伯來書》9章15節 一起讀一下 為此他作了新藥的宗寶 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藥之時所犯的罪過 便叫蒙照的人得著所應許榮業的產業 第二 因為這個緣故他做了新藥的宗寶 這個冒號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他就是新藥的宗寶 那樣東西是用冒號了 他就是新藥的宗寶 宗寶即是一個中間人 神和人中間是一個中間人 既然神做甚麼 他就是受死 他做了甚麼工作 就是他受死 熟了前藥之時所犯的罪過 就是他熟了人在前藥之前第一個藥 為甚麼我要顯示 有這個上邊的經文 就是告訴我們 原來聖經在希伯來書 有兩次說到新藥和舊藥的關係 兩次說到前藥 而說到前藥是佔舊佔衰的 而這裡說到 原來耶穌是熟了前藥的人 他所犯的罪過 變成蒙照的人 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原來前藥不是靠牛羊熟的 是耶穌熟的 當耶穌死的時候 那時候耶穌還沒死 那他哪有這個恩典呢 耶穌死的恩典是以前以後都有效的 所以耶穌還沒死的時候 那個強盜 耶穌也跟他說 今天你要跟我再樂園 即是當時已經有這個應許 而且耶穌在世上已經多次 射命人的罪 那時候他還沒死過 即是說他的射罪的功效 是之前已經有的 這裡很清楚說到 耶穌就是熟了人在前藥之時所犯的罪 即是舊藥並不是靠牛羊 待會其他經文都會讓我們看到這一點 然後後果是甚麼呢 就叫蒙照的人 照就是呼照 聖經有說到被照的人多損傷的人少 到底照和損傷有甚麼分別呢 照就是叫呼照 神呼照我們 感動我們 叫我們順主 這個就是照 然後損傷就是elect 被損傷 被簡損的 所有得救的人都是被簡損的 這是一個耗鼻 這是引述耶穌 但是神一早就揀損他 也是聖靈感動他 所以他會相信主 所以我們稱為損民 是神所揀損 舊藥損民就是以色列人 在新約的時候 就是所有信耶穌的人 你們被揀損的人 神的損民 哥羅西書有說到 是基督徒的 因為哥羅西的信徒是失約的信徒 是外邦信徒 他們都是稱為損民 他就熟了前夜之事的人犯的罪 就叫蒙照 這些蒙照的人 就是神呼照的人 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永遠的產業 我們得救 有天上的福氣 無限的福氣 是很無限量的 因為我們永遠在天堂 永遠享受神的愛 神的喜樂 永遠享受愛的關係 永遠有極多極多的弟兄姊妹 和我們一起享受 天堂真是最美好最美好的 這是天上的產業 而我們地上的產業 我能夠服侍你 是我的產業 你接受神的恩典 也是你的產業 你服侍主也是產業 是會永遠存留在你的帳上 譬如有些人有產業 例如李嘉誠 就是因為他積聚了很多屋 很多間屋 很多間屋都是屬於他的 他的產業就很多了 而我們服侍主也會積聚產業 這是屬靈的 我們就會有無限量的產業 當我們越去愛神 親近神 遵從神 愛人 關心人 我們就有無限量的產業 全流為愛 所以侍奉主是很划算的 所以耶穌特地說 你因為門徒的名子 把一杯涼水吸著小子女的一個渴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就算一杯涼水也不能不得賞賜 也一定有產業 何況我們幫一個人靈命救他的靈魂 叫他得救 或者幫他由一個軟弱的基督徒 變成一個愛主的基督徒 我們讓他聽到 耶穌真是好的 你親近神 神就歡喜 神又賞賜你 神又祝福你 又加力給你 這個人聽完 對呀 當我侍奉神 神就喜悅 神就凡事祝福 我生命會提升 他聽完之後 好吧 我也一起侍奉 這樣你在神裡面 你就做了一件神很喜悅的事 就是全流的產業 不是我們配得 是神賜給我們的 希望這個會激勵我們去服侍主 為何我會服侍主 為何我已經退休年齡 我六十八歲 但我依然神給我健康 又沒有近事又沒有軟事又沒有老花 甚麼都沒有 不好的事都沒有 又給我健康又有力量 還可以繼續一邊寫作 一邊教導又去宣教 這真是產業 我真的覺得很好 我希望大家都說 我越走神的路 你就越蒙福 就不要浪費了這條命 但不要在公哥做傳道 不要緊的 你祝福人 你就是神所起的了 我們看到有甚麼符號 他做了 他就是這個身份 所以是這個無號 然後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受死 熟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 叫蒙照的人得著 所應許的永遠的產業 這裏有些框字 框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重點字 前約舊約 你本聖經可以記住 這些重點字 漸舊漸衰 快歸無有 你也可以在旁邊寫 因為這些字眼都很重要 即是真是過去的 這些會過去的 還有我們是蒙神呼召的 我們是有一個很特別的身份 得著永遠的產業 好了 這裏我問的問題 這裏是說的 這些人是新約舊約的人 大家可否答我 這個經文所說 他們所犯的罪過 變成蒙照的人 蒙照的人是新約舊約的人 新約加舊約 沒錯 非常好 新約舊約都有這個永遠的產業 所以是非常好的 那裏面去了哪裏 在我的袋裏面 不是 在這裏 OK 可以 對不起 我們一起讀一下 十章一節希伯羅來書 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儀 不是本物的增長 總不能藉著每年上獻一樣的祭物 叫那近前來的人得已完全 又不然 獻祭的事 豈不早已停止了嗎 因為禮拜的人良心記被潔淨 就不再覺得有罪了 但這些祭物是叫人會連想起罪來 好 我們想看這裏一件事 我有紅藍綠三種色的 這也是一個方法 可以記錄聖經 會幫你分析聖經 紅色就像耶穌的補血 就是恩典 耶穌的救贖 前日新約都是神所給的恩典 佔夠佔衰就是藍色 因為它是相反 相反就是懲罰 不好的事 過去的事 綠色就是我們應該做的 這裏沒有綠色的了 他們的罪過就是藍色 熟我們這就是紅色 這裏說律法是將來美事的影儀 是一個影 律法不是真相 最重要的 是一個預表 這個講律法 聖經講律法有兩件事 一個就是要遵從的律法 十戒的戒命 第二個律法是講到 舊約要獻的祭物 我想大家看看這個律法是指哪一種 是指要遵從的戒命 還是獻祭的禮儀 大家看看這裏 你看到可以寬聲說不要緊的 錯了也不要緊的 放膽說吧 因為你看下文就看到了 大聲說一下 是說祭物那些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說到我們遵從的戒命 究竟有兩種戒命 一種就是道德的戒命 第二種就是禮儀的戒命 道德的戒命是舊約和新約一樣的 愛神愛人 不要傷害人 不要殺人 關心人 這些舊約新約都有的 這些是永遠的 這就不是影儀 但是他現在說的是祭物 因為總不能藉著每年常獻一種制物 所以說到律法的獻祭 我們今天需要獻祭嗎 我們犯罪不用拿一隻羊或牛來 牛羊其實也挺大的代價 你想想 就算你有一千隻羊 你拿一隻羊 一隻羊也吃很多天的 我們今天來說 一隻羊一隻牛就根本很貴 但是當時來說 都是一樣貴的 所以他們犯罪是付出很大的代價 不過這些牛羊本身 其實也不能夠真的贖罪 這裡說到 律法在將來美時的影儀 就是講到這種憲制的律法 不是 為什麼有一個不等於 有一個等於一劃 即是它不是這個真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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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將來夠熟的真像 總不能藉著每年常獻的 一樣的制物 叫那近前來的人得以完全 它不能夠帶來這個後果 帶來後果就是它的詮序 它不能夠 所以有一個一劃 它不能夠藉著每年常獻一樣的制物 叫那近前來的人得以完全 它不能夠叫那些人完全 它不能夠真是卸罪 這個卸罪是由耶穌的恩典 而當這些人有這個信心 去獻上這個制物的時候 神就因爲耶穌的緣故而卸免他們的罪 他們就得以完全不能得以完全 若不然獻制的事 豈不早已止住了 如果以前的制物都有用 那你一獻一次就全都聚熟了 但他們不是獻一次的 即是如果一次獻制已經可以了 那就一次已經止住了 因為禮拜的人 他們來到敬拜的人 良心記密結症 就不再覺得有罪了 意思是如果真是有效 那他們就不會作得有罪 那他們就已經一次過可以熟悉了 但這些制物是叫人 想起每年 每年想起的罪 原來這些制物 叫他們知道他們真的仍然有罪 並不是真的能夠熟悉他們的罪 那這裡的箭咀 它不是本物的真像 它不是 所以不能夠帶來這個 不能帶來這個後果獻一樣的制物 能夠叫人完全 所以這個箭咀有一個罪 那因為禮拜的人良心被結症 就不再覺得有罪了 但這些制物叫人上 每年想起最久 那這裡是一個對比 對比什麼呢 如果獻祭是完美 他們就不再覺得有罪 但他們根本是想起罪 所以就對比 他們每年想起罪 不是結淨了 而是每年想起罪 所以有一個對比 那這些制物 只是帶來一個後果 叫人每年想起罪 因為我在初訊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十九歲左右 有一個聖經工會的人來到我們的團契 有一次教我們分析聖經 他說這段經文有幾個要點 那些團友每個答案都不同 但不要緊 他說總之你自己以後 嘗試去分析 就會幫你明白聖經 那他一次說完之後 我就自己去做了 團契也沒有人 團長說你們沒有繼續做 沒有人問我 但是我自己每次看聖經 我就寫一二三四 有些箭嘴 有些符號 總之想到方法去表達 我就用這個方法去表達 所以任何時間 我一看到的經文 就愈看愈多 而且我就愈發現 更多明白 更多明白到聖經的說話 在華萊書十章四節一起讀 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斷不能除罪 凡祭師天天雜若是奉神 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 者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 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 這裏就說到給我們聽 舊藥的祭物是不能夠贖罪的 舊藥的人犯罪就要拿牛羊去獻祭 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斷不能除罪 他們的質素是不能夠除罪 凡祭師天天站著 事奉神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 這些祭物是不能除罪 又的箭嘴不能夠帶來這個後果 但基督獻一次永遠的贖罪 就有一個後果 他就在神的右邊坐下 這裏就讓我們看到這個祭物是一次永遠有效的 耶穌一次的贖罪 我們認罪就很多次 但卸罪是一次 當我們信耶穌 我們馬上所有的罪都卸臉 不過我們繼續認罪 也有一個人不肯認罪 他可以 罪是叫他同神隔離的 但他始終的卸罪都是因為 因為同神關係耶穌一致的贖罪 他以後的罪都可以卸臉 但我們依然每天求主卸臉 但那個卸罪不是每次求的 是當我們一信耶穌 已經是全部的罪卸臉 但這個人繼續犯罪 是可以叫他爛了 和神的關係割斷的 即是他不是求耶穌卸臉 所以他罪得卸臉 是因為耶穌為他死 已經付了罪的代價 他求主卸臉只是拿恩典 求主卸臉是拿恩典 那個恩典是一早在這裏的 他只是當時拿這個恩典 我們求主卸臉信靠耶穌 是拿回這個同樣的恩典 拿來拿去都是同樣的恩典 這裏斷不能除罪 所以用藍色 不能夠做得到 那他侍奉神是綠色人造的 獻上這個祭物是人造的 不能夠除罪是藍色的 然後基督獻上一次永遠的贖罪 我們多謝他一次 因為坐在神的右邊是非常重要的 希伯拉書裡有說到 神從來對那一位天使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 從來沒有一個神和天使這麼說的 但唯有耶穌 他贖了這個祭之後 他就坐在神的右邊 好了 《加拉太書》三章十一節 一起讀一下 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神面前清言 這是明顯的 因為經常說 而人必因信得生 這樣律法是與神的應許反對嗎 斷乎不是 若曾傳一個能叫人得生的律法 而就誠然本乎律法了 我沒有寫到那個經文出來 是哈巴谷書的 但我應該沒有寫到 哈巴谷書裡說到 就是二人必因信得生的 這句說話是哈巴谷書所說的 但我沒有寫到一個經節出來 這句說到 沒有一個人可以靠律法在神面前清言 因為經常說 二人必因信得生 這句經文是在舊約出現的 馬丁盧德是一個很掙扎的時期 因為當時天主教說 你們要買贖罪圈 並且有個人這樣說 他說當你的錢當一聲跌入那個箱 你的親戚靈魂就會當一聲在煉獄跳出來 他當時聽到這些說話 他心裡覺得很有疑問 他後來就看聖經 因為當時馬丁盧德是很大掙扎的 他天天黑苦幾身 我還有罪 我又想到一些不好的事 他就在修道院那裏 盡量結淨自己 但發覺那些罪的意念會自己來 他就攻擊幾身一路 那些修道院就說 你不用這麼苦待自己 不用這樣 但他覺得 我不可以這樣用那些罪來折亡我 然後當他在這裏這麼困難的時候 他就看聖經看到 聖經說到不是靠做好德生 不是靠你完美德生 而是恩信德生 那時候他有很大的釋放 他一路研究聖經再看透 原來我們完全是禮物 是神赦免我們 然後我們接受這個禮物 他就有很大的釋放 他當時以為教皇一定會接受 他就很單純的心 我發現了一個新大陸 當時人們都覺得很慘 每個人都做不到 我現在發現 原來不是我們要做得夠完美 是我們一信靠神 神就赦免 但他發覺他跟當時的領袖去講的時候 他將這95條條文釘在教堂的時候 那些人的反應並不是認同 那些人的反應是要將他趕出教會之外 他並且很勇敢地在教皇面前出現 不過當時有皇子有一個擔保 就是這次擔保他一定不會被捕 所以他回去的時候 然後有皇子保護他 所以他後來一直都沒有被捕 但他當時很折磨 哎呀我很多罪很多罪 我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他最後這句說話 以人必人信德生是令他得到釋放的 所以就是說原來我們不是靠行為清義 沒有一個人靠了律法在神面前清義 這個沒有一個人是這樣 是說新藥還是舊藥呢 新舊藥都是的 舊藥都不行的 因為舊藥 因為這才說到那些牛羊根本不能夠贖罪 那這個律法是否跟神的應許反對嗎 他說斷乎不是 這句說話很重要 如果曾經傳一個叫人得生的律法 而就承認本乎律法 如果曾經傳過一個律法 是可以叫人有永生的呢 那我們就可以本乎律法得救了 但他說這個意思是沒有的 即是根本不能夠 根本在舊藥的時候 都不能夠叫人清義的 只是他們信耶穌 他們背後信神的救贖 所以獻上禮物的時候 獻上禮物的時候 獻上禮物的時候 神啊你為我預備的禮物 你會贖我的罪 是因為這個信心 所以祂能夠得救 這裡我們再看看靠著律法 就是靠自己做好 神清義 清義什麼意思呢 我們不是義的 不過我們稱為義 在羅馬書另一句說 算為義 算你沒有罪 神是算你沒有罪 我們不是沒有罪 算你沒有罪 即是神當我們沒有罪 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遮蓋我們 在以賽書六十一章十節 是非常美好的經文 以賽書六十一章十節 那裡講到什麼呢 他說我恩耶華大大的歡喜 因為神以拯救為依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 好像新郎帶上華華觀 身婦佩戴裝飾 是非常美麗的 就是說 不是我們夠好 是神將這個義袍給我身上 是祂的公義 所以當我們有耶穌的公義的時候 我們來到神面前 我們得到清義有兩個意思 第一就是射罪 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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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代表清義 我給我一個例子 例如有個殺人犯 那個殺人犯 後來法官說 宣判無罪 或者不是法官 是皇帝 宣判無罪 某個原因 或者某個原因 我們釋放他 宣布他無罪 我想問你這個殺人犯 是不是他宣布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疑人 不是 他只是當他無罪 但是 清義是甚麼 是神的義 加給一切相信的人 記不記得羅馬書有這麼說 將神的義 加給一切相信的人 即是說 在神眼中 我們好像耶穌那麼乾淨 那麼聖結 即是他將耶穌的聖結 加在我們身上 義蒲就是這個意思 耶穌的公義加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在神眼中 好像耶穌那麼靚 所以 以賽書六十一章十節那裡說 就是我們以拯救為侵 我們穿上 以公義為蒲 我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華官那麼靚 在神眼中我們就變得很美麗 這是一個很好的訊息 當我在神學院明白這個 卸罪和清義的分別 即是我們每天來到神面前 我們說神現在很喜歡 我在神眼中 好像耶穌那麼厲害 這件事 有時候很難相信 你相不相信 你現在在神眼中 漂亮得不得了 口頭相信 心中可能會覺得 我還是不夠好 我還是有點髒 我們不夠好 即是我們會有這個感覺 但是這個深信 我每次來到神面前 有耶穌遮蓋我 神就歡喜到不得了 開心到不得了 很大大的接納我 這個信心不是很多人有的 是神給了我們的 以公義為蒲 給我穿上 是神已經給了我們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我希望大家每天相信 我現在有耶穌的義蒲 好像耶穌那麼靚 在神眼中 希望大家這樣相信 相不相信到 這是不容易的 因為人的傾向是喜歡控訴的 在哪裡來的呢 人是喜歡控訴的 很簡單 如果你曾經領敬拜 你唱了一個音 那些人本來都停了 忽然你的音彈了出來 或者還未到時候 你的音彈了出來 你那天做得很好的樣子 不過如果一個人錯了 過後會想什麼呢 我想問大家 你會想回 我今天唱得好 我那句彈出來 會想回 並且如果那個情況 是一個很大的情況 比如大會堂 和一群人一起去領敬拜 譬如 可能很多年都會想回 真的很醜怪 那時候會這樣 每個人都沒有唱 忽然那音彈出來 人的傾向是控訴的 有沒有發覺這件事 人是喜歡控訴 喜歡控訴 人也喜歡控訴自己 但在耶穌裏面 神告訴我們 不需要再控訴 沒有人能夠定我們的 罪能控告神所簡算的人 有耶穌稱我們為異 所以這個信息 你聽過很多 不過真的深信的 不容易 因為人的本性很難相信 無條件的社罪 好了 我們恩信得生 律法是神的應許 與神的應許 是否反對呢 不是的 如果曾經傳了一個 叫人得生的律法 而就承認本乎律法 如果真是能夠叫人得生 根本就沒有 就有一個律法可以叫人清義 所以舊約根本不是靠行為清義 沒有可能靠行為清義 詩篇32篇1節 得赦免其過 遮蓋其罪的 者人是有福的 凡心裡沒有鬼宅以外 不樹迷有罪的 者人是有福的 這個詩篇很漂亮的 當我們犯了罪 你試試讀這個詩篇 得赦免其過 遮蓋其罪的 者人是有福的 你會覺得很舒服 神真是赦免我 洗去我一切的罪 是很舒服的 你希望經常說 神真是赦免我的罪 心裡沒有鬼宅 不樹迷有罪 這裏 可能你說 沒有鬼宅 才算不樹迷有罪 不樹迷有罪 其實他有罪 不過不當他有罪 這個鬼宅應該是什麼意思呢 他沒有一個鬼宅不認罪的心 不是說他完全沒有鬼宅 而是他在神面前 會說我真是罪人 我真心認罪 就不是一個鬼宅 假冒為善的認罪的人 那種的鬼宅 即是他心中真的說我是罪人 我需要耶穌赦免我 那種應該是那種 不是說我心裡 一滴那麼多鬼宅都沒有 如果說一滴那麼多鬼宅都沒有 我們有沒有人 是滴那麼多鬼宅都沒有 有試過編一些大話出來 我也試過 編一些大話出來 還要想到為何人們不會 真的以為我講真話 我們講大話通常都是這樣 想定當然不要破口 這個是否鬼宅 我們沒有人是完全沒有鬼宅 所以也要講大話 沒有鬼宅 是講大話 這個人在神面前坦白地承認 我是一個罪人 我需要耶穌赦免我 一起讀 將炭尖我的口 雪漢 這炭尖了你的嘴 你的罪而變除了 你的罪惡就赦免了 所以這裡也講到一個無條件的赦免 並不是他夠好的 是一個無條件的赦免 在詩篇32篇也是 遮蓋他的罪 赦免他的罪 是一個無條件的赦免 是神一種白白的恩典 尼加書7章18節 一起讀 神有何神著你赦免罪業 遙恕你產業之愚民的罪過 不永遠懷怒喜愛詩恩 必再連問我們 將我們的罪業踏在腳下 又將我們一切罪頭於深海 這裡有1212 你看到1212跟後面不同色 因為有不同的 神1212是用紅色的 因為神恩免 神好像你是赦免罪業的 赦免我們罪 遙恕你產業的愚民的罪過 《聖經》 《舊日聖經》有一個愚民的字眼 愚民的字眼是甚麼意思呢 是講到很多的以色列人不聽話 但是神留下一個愚民 有些人會以為 將來以色列人只剩下一班 現在生存在以色列那班就是愚民 其實在聖經的觀念就不是 而是那些最後信靠神的人 真是信耶穌的人才是愚民 他説嚴恕你產業 原來我們都是神的產業 神是我的產業 我們都是神的產業 我們是神所擁有的 神所建立的 我們在神裡面又得到產業 祂在我們身上又得到產業 他會遙恕他的產業 那些愚民的罪過 不永遠懷怒 這兩件事 一是赦免遙說的一 二是祂不會懷怒的 祂不會一直生氣我們 祂喜愛詩恩第三路 這句話我看得很喜歡 我記得以前我曾經被人壓迫 有些人控訴 在我初初做詩的時候 侍奉的時候 有人經常都指控 那時候我很喜歡提詩篇 當我一看到這些字眼 喜愛詩恩 我的心是很甜的 神是喜歡給恩典的 我希望大家記得這句話 神是喜歡 祂喜歡詩恩的 所以我有這個發揚神屬性 查經發揚 我們會在這經文找出神的屬性 神是很喜歡給恩典的人 耶穌看到人是想祝福的 所以你經常都可以鼓勵自己 神很想將恩典給我 我今天很想詩恩給我 神很想提升我 很想安慰我 很想加力給我 神是喜歡提升人 我們為什麼難相信 因為人不是這樣的 沒有人真的想 按照本性是真的想祝福人的 人通常都是想自己得益 很少人真的想祝福人 但是神的本性 我們需要學習去相信 祂是喜歡詩恩的 祂一定會再憐憫我們 將我們的罪要踏在腳下 將我們一切的罪投於深海 神是會憐憫我們的 怎麼憐憫法呢 這是一和二有不同的 這是憐憫的 將我們的罪踏在腳下 投於深海 聖經都是用一些很強的字眼 將我們的罪踏在腳下 投於深海 用一些說話 就是我真的將你的罪射滅 你不用再擔心 希望我們經常都說 神射滅我的罪 我不用擔心 雖然我們仍然有罪 我們立即求主射滅 神就寬起了 這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是怎樣 一有罪 求主射滅 立即告訴自己 神現在很歡喜 天上為我歡喜 多謝主 神射滅我的罪 然後再處理生命 再發現有罪 立即求主射滅 神又歡喜 繼續努力 但很多人的方法是怎樣 一有罪 又失去了 也不敢祈禱 神不會真的射滅我的 但後來也是求主射滅 但求主射滅得來 又不太放心 然後又犯罪 犯罪之後又失去了 又很不開心 神不會喜歡我的 很多人就是這個方法 總是說神不喜歡我 神不會真的射滅我的 神不會真的歡喜我的 但其實神歡喜 就是一個知罪的心能 憂傷痛輩的寧主 必不輕悍 當我們真心認罪 神一定會歡喜 我希望大家經常記實這件事 就算我有罪 我一認罪 神便會歡喜到不得了 雖然我不夠好 但我一認罪 總之我向神的方向 我盡量遵從神 神便會歡喜 不是讓我們夠好 當然我們盡量改善 但未夠改善 一進步 神便會歡喜 是不是很鬆 我告訴大家 當我在神學院學到這個 因為有些神學院 不是很著重恩典的 我當時在美國路德會神學院 他很著重恩典 又說到神的義婆在我們身上 說到神無條境的愛 神的如何接立我們 當時我真的覺得很平安 因為當時我信主已經有一段時間 我七零年信主 我讀入神學院的時候是七九年 但在那段時間 我都沒有這種輕盛的心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說 我又壞了 我又不夠好 這種心經常都出現 但我去到神學院的時候 真的很興奮 很多時候都跟別人說 我到今天都會告訴別人 神的恩典大 這裏就是把那些恩典的屬性 讀出來 我們一齊寫出來 我們一齊讀 好嗎 讀一行先 基督為舊藥和新藥的人贖罪 神成就救恩 只有基督能救人 神有無限產業 他應許次產業 神使用律法的祭物而了基督 這裏我講出一部份 基督是為了舊藥和新藥的人贖罪 他是完全贖罪 所有的人將來去到天堂 都是因為耶穌 包括阿當夏娃 他們去到天堂 不是因為當時神和他殺那隻羊 而是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 神成就救恩 只有基督能救人 牛羊救不到人 他才有完全的救恩 他也有救人的心 神有無限的產業 他應許次產業給我們 我們在他裏面有無限量的產業 任何一項為神而做的 神都歡喜 都是全流為我們的產業 神使用律法的祭物 來預表基督 這麼久的時間 只是為了教導人 將來有一個贖罪的救主 所以當耶穌出現的時候 詩世用就說 看阿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業 下面一起讀 牛羊不能除罪 基督願成永恆完美贖罪 基督叫人得生 神有赦罪大恩 神喜愛私恩和憐憫 神願赦罪 將罪投於深海 這就是牛羊不能除罪的 是基督完成了永恆完美贖罪 基督能夠給人生命 神有生命 祂又將生命給我們 祂有赦罪的大恩 祂喜愛私恩和憐憫人 祂喜歡給人的 祂是時時將好東西給人 只要我們相信 依靠祂 祂一定會歡喜 一定會將恩典給人 所以希望大家都喜歡神 我一親近神 神便會歡喜 然後神願赦罪 只要我們來到神面前 我需要你赦罪我 我求你赦罪我 祂便會赦罪我 將罪投於深海 我們今天的經文 大家有沒有問題 說出一些重點 就是救藥的偶陽 並不能贖罪 救藥的偶陽 只是預表 如果曾經傳了一個 能夠叫人得生的律法 人清義就可以靠律法 但根本沒有人可以靠律法清義 是完全是神的禮物 神的恩典 來的 耶穌一次永遠的祭物 就能夠滿足神所有的要求 一個完美的祭物 以至我們能夠無條境地得到射滅 得到救一 有沒有人有問題 還有我們在祂裡面有產業 是永遠的產業 好 我們一起祈禱 求主幫我們一起起來 幫我們把這麽好禮物 真是歡喜的接受 如果他無法站在一起 不要緊他可以坐 我們一起來到神面前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你是完全喜歡私恩的神 你很想你的子民每人都被接流 你很想我们每人都很享受你 很享受神里面的生命 不是觉得内疚 因为很多时候人会自己加一些内疚给自己 说自己不够属灵 自己不够爱主 自己很多的罪就有很大的压力 也有很多基督徒很容易将内疚感加给人 就说人家不够属灵 你不够爱主 求耶稣帮我们放下这一切 因为耶稣来就叫我们能够得到轻散 能够放下罪胆 求主在这一阵 当我们叫我们想起罪 但真的说神我真心悔改 真心知道罪是破坏的 断绝这些罪 我真的愿意离开罪 求主赦免 神是很欢喜的 而当我们处理的过程有失败 但立刻求主赦免神又欢喜的 求主释放我们的灵 叫我能够轻散 没有冲淡 没有烦恼 死放我们的灵 使我能见拜祢 死放我们的灵 使我能在祢面 人中严冲淡 使我能拟 死放我们的灵 来见拜祢 主要帮助我们 传言的轻散 所有的内疚拿走 所有的罪疚拿走 呼叫我们轻轻松松 因为神欢喜我们悔改 神欢喜我们信靠祂 祂亲近祢 当我们遵从祢 神又很欢喜 我们愿意放下罪胆 不再做一个重的罪人 凡劳苦担重胆的人 可以到耶稣 耶稣就叫我们得安息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主啊 我们可以享受祢的安息 阿 利路亚 试试把重胆吹出来 阿 利路亚 放松了个人 阿 利路亚 我不再需要淡着淡着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很轻松 很开心 很快乐 多谢主啊 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希望大家时时都会 经常活在神的喜乐里面 我传一个祈祷给你们 因为你们是群众 我传给你们 我有一些祈祷 你跟着的祈祷的人都会松 大家会觉得松一点 会觉得 哇 原来神的赦罪这么兴散 那人就会轻松了 OK 耳酒也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